这次招商范围包括基隆港市精华地段 之基隆港西岸旅客中心一楼 及4.16公顷旅运复合商业大楼开发基地 吸引了31家业者近百人参加说明会 基隆港务分工师总经理高传开表示 这几年陆续完成西岸内港客运码头俊升 及东西岸旅客中心改建等 预计明年国际邮轮逐渐回归后前景可期 这两个案件在全世界 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它位在市中心区 它位在水路交接的一个 跟城际的一种转运中心 它位在水岸 这样子的这种条件 不仅是台湾找不到 在全世界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一种位置 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表示 基隆市长林游昌上任后 积极推动四港再生标杆计划 打造以人为本的水岸城市 希望营造好的投资环境 我们就一直非常很积极的跟港务公司 共同的破话 在如何把这个港跟市 如何的做一个 非常优质的做一个改善 跟环境的一个改造 尤其基隆 基隆港是一个很特别 港跟市是结合在一起 传进来几乎就是开到市中心 所以这边的整个环境 大概世界上是少有的 立法人蔡世英强调将督促中央与地方 持续攜手合作 进行基隆城市改造和转型 未来也应提供业者单一窗口服务 一起努力促成招商案 立法人邱城远则希望 把这项开发案 介绍给台商朋友 鼓励他们回台投资基隆 我也是世界台商总会的秘书长 所以看到今天这个招商说明会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也带我们的海外台商 来这边来跟大家来去参观 来去了解 因为我想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其实在这两年也延长了 相关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期程 那我想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可以带我们海外的台商到基隆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认为 基隆市独特的海湾城市 呼吁业者加入港市建设行列 最精华的一项都是西一到西六 还有东一到东六这两边的码头 这两边的码头呢 严格讲起来是直接可以 从一高跟三高 不管是作为货运也好 还是作为客运也好 都是世界级的 招商说明会结束后 基隆港务分公司人员 也引导业者实际走进招商空间 其中西岸旅客中心一楼 包含夹城约有970坪 加上临近800坪左右的空地使用 本身又是历史建物 港务公司方面预期可比照 高雄占二库方式 打造在地特色的职人文创 与餐饮进驻 初步估计一年可增加 港务公司约1000万的租金收入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